文仲介紹 歡迎收看臺灣院長 今天主席 李會長 我最敬愛的臺灣憲法學之父 李洪熙教授夫妻 我們主席臺的各位先進前輩 蔡部長 委員長 以及陳總統的公子陳志忠先生 在座的各位鄉親同學 大家好 我每次打電話到臺教會 都會聽到一個很親切的聲音說 台教會 你好 我很希望我可以用台語論述 但是因為教律的關係 我可以說台語 但是講到法律論述很抱歉 只能用中文論述 那臺教會從張會長任內 在去年的三月對司法爭議跟這個 那個臺灣的民主人權 民主法治 就一連串的舉辦這個座談會 那我們今天也感謝新任的李會長 那給我們大家這個機會 讓櫻花有機會跟一起我們繼續來見證 來為臺灣的司法獨立 跟民主人權我們來做紀錄 做見證 那我們也感謝那個鄭大律師 他以他親身經歷了扁案的 陳總統案的實務操作 讓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來體會 來檢驗那個陳總統這個案子 他的司法正義方面 是否違反那個程序正義 以及種種那個有沒有違法師傑的地方 那也陳如這個張會長對今天會議所提點的 那個扁案有很多疑點和正義 所以陳總統案子是我們檢驗司法獨立 跟民主人權的指標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所關切的是 以陳總統案子我們來檢驗 臺灣司法獨立以及司法正義的大是大非 也就像菁花個人提告 我告司法院國家陪偿 我要追討的也不是被拔掉的官位 我要追討的是法官人事行政的是非 以及個人的人格尊嚴跟名譽權 那陳教授提告說 政治能不能 政治當然不能為司法服務 更不能為任何的人事物欲來操控 那在李登輝總統跟陳水扁總統任內 他們是很少對司法指指點點 那身為國家主人的一份子 我們在座都是國家主人 我們都是國家主人 所以我是法官人 我是公主兼主人 那當國家機關的司法暴力 鋪天蓋地的反噬我們的兄弟姊妹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坐以待畢 我想不可以 這是為什麼臺教會 那個張會長任內 以及今天呂會長 一再的邀請各位 我們一起來為臺灣的司法做見證 跟寫下紀錄 還有發表這個新書 我相信轉型正義一定會實現 即便不是一兩年內 十年也好 我想我願意跟各位一樣 我們會等待 我們也相信一定有兌現的一天 身為司法界的一份子 當然我是法官是公譜 其實我也是國家主人 像剛剛幾位先進講的 關切司法正義是全民的責任 法官也有社會責任 法官也有言論自由 除了在城邦各萬 我必須權衡法官不比的原則之外 我想法官跟各位一樣 有這個社會責任 要一起要來關心關注臺灣的司法正義 要跟各位一起來做見證 寫下紀錄見證臺灣的司法正義 我想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期待 我們也有一個信心 沿用陳總統一句話 不信真理不信正義換不回 我相信轉型正義這一天 一定會到來 今天我所要跟各位探討的就是 以陳總統的例子 我們來檢驗審視臺灣的司法獨立 以及人權 以陳總統這個案子來做一個指標 首先我想最近的這一頓報紙 大家應該會看到 他講說北榮的醫師周元華說 讓阿扁回家治療 我們主要是要跟各位分享 當天這個報導 那個北榮的說法是說 現階段陳前總統回到北間並不適當 最好的環境應該就是回家 那這個報導很明白的講到說 在去年底應該是一百一年底 北榮就已經將醫療報告提交法務部 當然我們不了解 為什麼法務部長 在這個報導的隔天議題後幾天 他還是宣稱 這個陳總統還沒有達到保外就醫的這個條件 但是他沒有付任何理由 那我們要講說這個報導 陳明堂那個法務部的次長說 榮總建議 陳總統需要持續心理職能治療跟情境改善 至於出院的安置 他的建議是包括了情境持續改善 以及家屬的支持度 那我想根據榮總這個報告 當然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報告 法務部也迄今沒有公布榮總究竟提出 什麼樣的報告內容 來說服或是跟社會大動 一起來審視 從得陳總統的生命健康人權狀況 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我也呼籲法務部是否部長 不要以口號式的一再宣示 不符合保外就醫 而把這個報告的內容 還有法律上的理由 究竟為什麼沒有符合監獄58條 保外就醫的條件 那個法律的部分我們等一下繼續再談 我想和部長需要出來公開面對這件事 而不是情緒性的一個學法律的人 不應該不負任何理由 對各界醫療專業人員的講法 的那個報告跟鑑定 完全置之不理 剛剛講到這部分我們為什麼要求那個法務部 他必須出來說明 因為這部分其實個人在之前 在去年10月1號跟10月3號舉發那個 部長寧願人犯投出自有時報的文章裡頭 就有講到今天再特別重申 因為根據這個報導 然後我們在對照聯合國2076號 所決議的求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他的第57條到62條的條文有這樣規定 說不應該牽躲受刑人的基本人權 或是加諸其他的痛苦 而且應該提供一切必要的醫療 跟精神病學上的服務 最重要是最後這一句話 要針對受刑人個別處域上的需要予以對待 那我們剛才對照這個報紙 陳明堂次長所報告的榮總醫院的 這個給法務部的報告 他強調的是陳總統應該出院的安置 是要情境持續改善以及家屬的支持度 那再對到這個規定 我們希望法務部可以給社會大眾一個說明 因為我想執法機關 就像剛才那個陳委員他很謙虛 其實他以他立委的資歷 他提點了一句人情義理 我想不管是立法還是執法 其實不外人情義理 他就是貫穿立法跟執法的四個 這四個字就是基本倫理 那另外剛才那個科醫師他提到說目前他也提出質疑說法務部對這個監獄刑刑法的那個保外就醫的認定標準跟標準程序究竟在哪裡 其實這一部分在101年9月12號中央社的報導 我記得上一場座談會我在這裡也有提到 也是我們今天所發表的新書內容裡頭也有這一部分的內容 當時監察院的糾正文就講到說當然法務部對於超額收容擁擠醫療人力不足他已經提出糾正 另外就是關於保外就醫的標準作業程序跟認定標準 法務部應該要積極督促他的矯正機關 儘速地完備這個認定標準 各位宣禁從9月12號到現在已經快要接近辦理 我們的法務部在做什麼 我們的法務部在做什麼 所以這樣 在殺人 我去年在10月1號跟3號分別在自由時報投出兩篇文章 當然主要是針對大海市保委員在媒體爆料部長灌水事件 當然法務部自有澄清他說是依照醫生的主婦 可是到目前為止依照哪一個醫生的主婦 似乎也沒有提出說明 那法務部長本身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他的澄清就可以還他清白嗎 所以個人在去年10月1號跟10月3號就在自由時報提出舉發 希望那個國家單位當然是指偵查單位要主動提出調查 因為這個照聯合國的這個決議也是國家單位發現有這種 凌滅人犯的這種情形 雖然那個苦主當事人沒有提出舉發 國家機關還是要主動接觸調查 我想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嘛 就算他是部長也應該立即啟動偵查機制 如果沒有我們也還他清白 如果有我們是不是要給陳總統跟台灣一般受刑人一個交代 那今天我在這裡再一次提提提提他 lah! 好棒 謝謝